侯康佩 侯康佩 佩起來之後呢 突然怎麼樣氣勢大震 來看看民調的部分 連續兩個民調 一個是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另外一個是 這個民調是拿到的 應該是蓋洛普昨天公佈的民調 第一名都還是賴蕭佩啦 但是呢這個侯康佩差距呢 美麗島電子報差了大概還有一些 那在蓋洛普的部分 基本上已經差一點點了 但是一個重點 就是柯文哲跟這個吳欣怡的搭配 都已經只剩下18% 18% 這是一個很熟悉的數字嘛 18%呢 哇 兩個都只剩下18%了 而且其實呢 這個國民黨副總統 這個參選人 目前還不能叫候選人 因為他們還沒有抽籤 抽籤之後才叫候選人 然後跟大家這個 順便教學一下這個選舉的過程 這個參選人趙少康說 藍營如果把柯文哲的支持度 打到兩成以下 然後國民黨可以拿到45% 那就贏了 這個趙少康果然是 政治界的這個老手了 他說這個只要柯P打到 兩成以下 那現在有了 現在只剩18%啦 兩成以下了 但是國民黨要怎麼拿到45% 這時候呢 可能不只是國民黨自己 這個包括了知識藍 中間選民啦 甚至是還有郭台銘的郭粉 可能都必須要歸隊 才有機會 來到45% 那知識媒體的羅望哲說 當藍白分手公佈之後呢 從各大民調不管TVBS 聯合報 蓋洛普 美麗島都顯示 藍營是在逼近綠營的 而柯文哲是直接 現在變柯老三了 之前一直笑猴老三 現在他是柯老三 所以整個大選就形成了 兩強一弱的趨勢 這個趨勢 對於柯文哲來說 是非常嚴重的重傷 所以有的時候人不知道他會算計 算計了半天 最後就算計到自己囉 然後呢你看羅望哲說 柯正宜似乎還停留在 藍白分手那天的情緒 還走不出來 走不出來 說真的 繼續吵當時破局這個爭議 意義已經不大了 人家都已經往前走了 都已經去台南造勢 3萬人了不是嗎 尤其這個26號 你看就像我講的 藍軍台南大造勢 已經向大家證明一件事情啦 沒有 柯文哲國民黨一樣可以強 這個柯文哲自己你心裡 看不到嗎 感覺不出來嗎 一定感覺的出來嘛 所以現在就在那邊扯一些什麼 又有人拿兩億啊 一下又這樣又那樣嘛 就開始講別的東西了 好成功大學的丁仁芳教授說 藍白想在非律分裂下突圍 就必須要操作氣保了 那這個氣保 國民黨其實是還是 國民黨雖然泱泱大黨 現在不像當年那麼有錢 或者是有人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地方的組織派系在經營 而且有14個縣市 他們是有執政的這個優勢的 所以在操作氣保上面 國民黨的機會是大於民眾黨很多很多很多 這也就是為什麼柯文哲之前一直在那邊叫牌 跟國民黨說要何要何 希望能努力到最後一刻 其實他自己也很清楚 國民黨有的這些是民眾黨沒有的 那國民黨如果要把這個氣保效應催化到極致 就要滿足兩個前提 首先民調要先追上賴消沛 第二個就是要想辦法擴大跟民眾黨之間的差距 拉開起碼要有10%以上 那如果以這兩天這種慶祝行情的民調來看的話 確實是有跟這個賴消沛在接近當中 也遠遠的把這個柯銀沛甩在後面了 所以這兩個前提已經滿足 但重點是距離選舉還有40幾天 這中間還是會有變數的 所以其實真的是要持贏保態 就是開心一天就好了啦 國民黨還是要繼續這個一步步為營的走啦 那包括了這個不分區 不分區的這個這個代表 謝龍介就說了 觀察目前賴清德在台南的支持度 並沒有過半喔 好可憐喔 賴清德的老這個這個什麼大本營嘛 什麼什麼起家屬 竟然都沒有過半 已經不是賴神了 侯友宜他是一個南部小孩 南部的支持效應也都還沒有浮現 目前民調雖然賴消沛領先 但是侯康沛已經很快的 衝上來了 所以小時候胖不是胖 輸贏要看最後的結果啦 尤其是那個 就講到侯友宜是這個南部小孩 那天他在台南那場招式用台語有沒有 喔 那氣皮多強欸有沒有 我肚子在拍人 我就要給抓開 真是完全是侯友宜 恢復正常的侯友宜 之前那個完全不是侯友宜的樣子 所以小時候胖不是胖 郭正亮亮哥他就說了 國民黨在24號總統的這個 參選人登記之前拿到兩張驚喜牌 包括趙少康他是議題攻防非常厲害的戰神 還有就是韓國瑜是選舉造勢非常厲害的戰神 韓國瑜突然旁邊多了兩個戰神 整個人就這個盤啊也都跟著一起撐起來了 然後這個侯友宜整個人也就像自己就像我剛講他恢復原型之後 喔氣勢也都起來了有沒有對不對 好那好吧既然大家都講了這麼多 那現在這個看起來民眾黨的這個民調並不好看 這個時候之前一直覺得自己是機關槍 覺得自己民調贏侯友宜贏 這麼多人的民調最棒棒的柯文哲就說了 民調就是這樣嘛 那就要慎選比較可信的民調來看 哎呦這個時候他就要慎選了 當時不管什麼民調他都說自己好棒棒啊 不是這樣嗎 所以啊哎呀此一時啊彼一時啊 尤其是最近這麼多份的民調 看得出來就是整個侯康佩 侯康佩這個支持度節節升高 那這個郭正亮當然就是認為有兩個因素剛講的嘛 一個是多了一個誰呢趙少康 另外一個當然整個國民黨的盤撐起來了 還有這個誰呢韓國瑜 所以接下來2加1喔這種情況底下呢 國民黨其實是可以走出自己的路來的 選舉就是有兩個東西會加分或扣分啊 那一個叫驚喜嘛 對 就是預期之外的這個有利因素出現了 加分啊另外一個叫驚嚇 驚嚇叫做預期之外的不利因素出現了 那因為大家都沒有想到 因為你要知道最後不分區第一名韓國瑜 也是在最後一個禮拜敲了 是是 所以等於是最後一個禮拜出現兩個驚喜因素啦 就是韓國瑜答應 講的是藍軍來說 對那個韓國瑜答應 然後不分區第一名嘛 然後另外一個副手是趙少康 那這個有點類似怎樣呢 就是一個是議題攻防非常厲害的戰神 叫趙少康 那另外一個叫做選舉肇事 非常厲害的戰神叫韓國瑜 那突然之間 呼呼的做事 身邊多了兩個戰神啊 所以就整個藍營的盤就撐起來了 這個最明顯的就是 在這個宣布之前啊 國民黨支持侯友宜的大概 大概不到65啊 這超低的耶 結果現在變成82 所以簡單講叫做有效的讓藍營歸隊 82是算是軍標還是 也比軍標要高一點點 這兩鐵要啦 有貼到這個長期沒處理的部分啊 比如說比如說郭董 郭董的韓粉就真的回來了嘛 因為韓國瑜是不分區第一名啊對不對 那現在 在深藍或知識藍在抱怨侯友宜兩岸 不敢講的更明確 那趙阿康就夠明確了吧 就一樣 好 接下來呢是游子祥老師啊 世新大學的教授 是真的是我認識很多年的好朋友 昨天還在樓下遇到他啊 他就在臉書上PO說 賴金德有十大金句 看完之後如果你還能信賴他 你還願意把票投給他 我也服了你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游老師 列了哪十大金句 來導播請給我下一張 首先他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這樣子你還可以信賴他嗎 萬一打仗了怎麼辦 再來他要大家做功德 這個不管是交房隊也好 醫護人員也好 反正就是做功德就對了 所以你要信賴他嗎 再來乾淨的煤 全世界沒有聽過有乾淨的煤這件事情 你要信賴他嗎 還有就是呢什麼 老闆你薪水太低了 這個怎麼辦呢 薪水太低他竟然叫 大家自己去爭取嘛 跟那個蔡英文一樣嘛對不對 你這樣要信賴他嗎 還有制限的時機到了 不得了了 制限的時機那知道哪裡去了 你們不是這個國會最大黨嗎 好來下一張再來 這個請蔡英文的網軍停止攻擊我 我跟你講 現在是賴清德的網軍不斷在攻擊我 賴清德請你的網軍停止攻擊我好嗎 還信賴的下去嗎 好 他要跟習近平吃飯 好真的是 這個是真夢講夢話就對了 走進白宮是政治目標 另外一個夢話又來了 還有呢請教具體的事件 不管學生問他什麼東西 請教具體的事件 前面已經這麼多具體的事件 你還要教學生講給你聽嗎 好意思嗎 好最後呢這個 現在房子啊 說這個學生年輕人跟他講說 我要申請那個租房津貼很難 然後他就說你自己去跟房東說 這樣是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該有的態度嗎 你還信賴的下去嗎 這是我們這個游子祥老師 列出來的10點 他說如果這10點 你通通都可以的話 還投的下去的話 服你了 我也服你了 好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是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他拋出了兩岸 重新協商ECFA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當然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 除了認同更是痛批 民進黨拿著大陸政治紅利 但是卻嘴上喊抗中 但是呢也不敢取消ECFA 而趙少康也曝光說 這個侯友宜認同內閣制 當選之後他們也歡迎 批評柯批的民眾黨來推薦隔園 原來還講說不能開放兩岸直航 解放軍會跟著直航飛機 然後去這個空投到總統府 去像揮青二弟一樣把總統爐走 什麼斬首等等 都是民進黨講的嘛 那蔡英文也講過啊 我當選ECFA多壞啊多壞啊 我當選以後呢 要把這個ECFA取消也沒有取消嘛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既要兩岸的紅利 去年還賺大陸一千五六百億美金嘛 又要罵大陸 然後又要用這個來騙選票 真的是我想選民應該看得清楚 侯友也贊成內閣制啊 那我們都贊成內閣制嘛 既然贊成內閣制 侯友也講啊 內閣制不是那麼簡單啊 要經過修憲嘛 那我就想說好吧 要經過修憲 那這次立委總要這個有四分之三 贊成修憲才能夠通過嘛 四分之三三分之二嘛 那所以這次的選舉就應該把它定位成一個 推動內閣制的一個總統的立委選舉 贊成內閣制的立委 在選舉的時候可以宣傳 所以你們選我將來到立法院 我會推動一個重大的政治改革 讓我們的國家將來更穩定 政治更安定 而不像亂七八糟 那看選民又沒有支持 那如果他當選以後 那他就來履行他選舉的承諾 我覺得這蠻好 這選舉才比較有意義嘛 否則每天都喊 洞算洞算洞算 那洞算要做什麼呢 洞算要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啊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一身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客費有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有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有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客費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食品的説 我喜歡 滾 勺 呻 絲 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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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